好 那我們上回呢 做到這個整個月曆的一個 所有的這個工作區域 那這個工作區域大致上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是有打算這樣子做 就是說這邊是1到12月 然後另外一邊的部分呢 是它的對應的照片 對應的照片這樣子去做 那上禮拜呢把這個年月的 這個左上角的這個圖形呢 製作出來之後 那我們接著要把它複製到12個月份去 那這個參考線的部分 我們建議呢把它做一個鎖定 這樣把它鎖定 鎖定了之後呢 接著呢把這個圈起來 那因為我們有做鎖定的動作 所以剛才的這個 就才不會去選到 才不會去選到 那我們在選取這個 你製作物件的時候呢 就是只圈選你要的 因為剛來我可能有一個 有一個殘餘的東西沒清掉 就像這樣子 那這個呢要不要群組呢 就是看我們的方便性 有的人呢會把它群組起來 會把它群組 那群組的話它就變成一個整體物件 那我可以從這個整體的群組物件裡面去複製 Copy之後 然後貼上去的時候呢 我們在這邊呢選擇 在所有工作區域貼上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呢 它這邊呢就全部都貼上來了 那我們呢這個是封面 所以這個不要 那再縮小一點 上面這個是對應的照片 所以這邊呢我通通都不要 那再來呢剩下的這一個 我們就是去改它 去改它 點進去了把它改成2月 依此類推呢把它的這個內容呢做 因為我是點進去群組編輯 所以我這左上角要推出來 這邊也是一樣 那當然就是有的人就說 那這樣子到底要不要進去群組 要不要做群組的工作 那當然這個就是見仁見智啦 因為有人覺得說群組起來比較好做 才不會散掉 好這樣子可以直接退出來 好再來 因為我現在是在1月的這個圖層裡面去做 然後因為它是進到這個 所以你退出來之後 它才會回到1月的這個圖層 那當然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工作區已經有1到12月 而且有對應的圖形 好這個分得很細啦 好那圖層的部分呢是 你也可以從1月的部分呢 再去見1到12月的各個不同的圖層 好看你方便要不要見 這個我們是沒有強制說你非見不可 好那這個日期的部分呢 月份的部分呢就是依此類推 去將你1到12月的這個部分呢把它做起來 好 好那當然我們的每一個物件的部分呢 就是片層都要去改它 好都要去改它 那大家應該有印象喔 好因為我們之前在上一次有跟各位講過 有一個國內的一個小Photoshop 叫Photocab 那Photocab呢它也可以做月曆 也可以做月曆 那但是它是套裝的 所以會有一些限制 好那就看你要不要用而已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去修改我們的這個 好月份的內容 然後呢逐次呢將這個內容呢修改完 好那我們在退群組出來的時候 如果你不要不要退到整個最前端 結束分離模式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在這邊去改 好就不用再跳出去 好這個是一點點的小小的一個技巧啦 好所以我們不是每次都一定要跳到 跳出分離群組然後重新再點進來 那這樣子會比較慢一點 好那因為1到12月的話呢 大致上來講呢把左上角這個部分呢把它處理完 那還有一個思考的原則就是說 我們1到12月的話 你的這個標籤的顏色 你是不是都要一樣 我們可以有時候可以考慮說 我春天 如果說我春天2、3、4是春天 我可以用綠色 然後呢 5、6、7的話 夏天的話呢 可以給它用其他的 配合它季節的顏色呢 去做多媒體的這個視覺設計 因為在這裡面 如果你說千篇一律全部用一樣的 也沒有說不行 沒有說不行 只是在我們設計上來說 你是不是有需要這樣子的一個考慮 好 那我把畫面再還給大家 那如果這個地方 可以做就把它做起來 如果來不及 我們可以再找時間做 好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呢 一旦從黃色跟這個 藍色的這個配色 的調性呢 把它切換到2、3、4的春天的話 那我主色調了 可以切到綠色的 比如說我現在用綠色的 當然我們現在目前來講呢 是可以不用精準到 然後說一定要配到什麼樣的一個準確性 因為如果你要準確性的話 這邊就要考慮了 而且不只考慮這個 你還要考慮 Illustrator這邊的色票 它的這個值 因為我們上次有提到說 在CMYK的話呢 是盡量呢 配色的時候是以5的基數為配色 5的基數為配色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這邊配顏色的時候呢 還得兩邊同步去考慮 那 像這個的話 上面這些色票的話 大致上來講呢 都是以尾數5或0為主 所以這個部分可以用 上面這個部分可以用 大致上在印刷色 不至於出什麼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這個綠色 我用的是這個 C75M0Y100K0 這個亮綠色 那我對應的這個 如果綠色的部分呢 我們在配色上面你要怎麼去調 那 大家可以看一下呢 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 約列調到亮綠色 接近就可以了 然後對應這邊的顏色呢 就有出現兩個顏色 一個是橘色 一個是 一個是這個紫紅色 一個是紫紅色 所以 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可以選擇紫紅色或者是 橘色來做一個類似對比的配色 所以我們這邊呢 可以在這邊的選擇性上面呢 去讓你的這個顏色呢 去做紫紅色的配色 比如說 如果你懶得再去調整其他的顏色 你可以用這上面的這些色調來選 不過這種就是所謂的 三角的配色法 顏色比較 對比 比較互補的一個顏色 那當然 在選擇顏色配色上面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件事 就是說 在我們配色的時候 不是只有三角的配色 有的人喜歡 銅色系配色法 如果銅色系配色法的話呢 你的這個字呢 可以選擇之前的 這個 藍色 的基調的顏色 或者是 比較亮的綠色 不過 用淺色系的話 會比較有點風險 就是說 你用淺色系的話呢 會讓你的這個字呢 或者是圖形 會看不清楚 所以呢 像這個 剛才這個 五六七月 夏天的話 我也不會去選黃色 因為如果選黃色的話呢 基本上呢 在 辨識度上面 會有點弱 所以 稍微 改一點點顏色 所以 會 採用一點點 帶橘色的黃 那 這個顏色就是 像剛才說 我們假設 是用三角配色法 那你就是 可以選擇 之前用的這個 藍色的字 因為目前來講 它還可以接受 它還可以接受 當然 你也可以選擇 上面的這個 青色 或者是 這邊已經配好的 青色 都可以 因為這樣的一個配色呢 是屬於 三角配色法裡面的 一種方式 那當然 我們在這邊 配色的方式呢 都可以 按照你自己的決定 來讓你的這個顏色 去做變更 所以 在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 透過 協助的這種平台 讓我們的這個配色 會有一個理論的依據 不是說你很直覺的說 我覺得這樣子 當然 你做久了之後 也許 將來你就會有直覺 那你如果有直覺的話 那當然 也許你就 對色彩的感覺 會比較準確 那這是提供一種方法 那順便再提一下我們的這個圖層 比如說我現在呢 工作區已經分了25個工作區 那我圖層的部分呢 可以針對每一張的部分呢 去設計 或者每一個月份去設計 比如說我現在呢 要把3月的這個圖層建立方法 那我們在這邊呢 切到圖層這邊呢 然後按新圖層之後呢 把這個改為3月 好 改為3月之後 它目前是空的 沒有東西 我們就要把這個 3月的這個內容呢 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 然後跳到3月的這個圖層裡面 去就地貼上 好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mark呢 就會貼在3月的這個圖層裡面 3月的這個圖層裡面 所以大致上大家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把你的工作區域跟圖層呢 區隔開來 那不要覺得這個很繁瑣 因為在製作上面呢 這種是等於是在分層分類 將來呢 我們要整體做管理的時候呢 會比較好處理 會比較好處理 因為有一些初學者都 都比較去忽略圖層的工作 所以圖層有時候呢 看它的工作圖層喔 就可以看它的專業性 有時候有人圖層呢 從來不命名 從來不分層 甚至不管理 因為在我們的這個圖層管理裡面呢 會有所謂的指圖層 也就是說在圖層下面呢 等於是一個資料夾的概念 那當然這個都是後續 在講所謂的多媒體的製作的過程當中 應該要自我管理的部分 那以上呢 這個是在我們的這個製作的所謂的 我們的這個線型的圖層呢 還有管理上面注意到的 好 接下去喔 我們要給各位呢 製作表格了 那我們的表格的製作呢 承襲上一次呢 我們呢 應用它的這個圖層 我現在 既然我要在1月份做 假設我現在在1月份去畫表格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把這個工作區域切到1月來 要更正圖層切到1月來 那因為我工作一旦點在這裡 他就是在第一個工作區 在1月份的工作區在工作 所以這個 就是看你這個範圍就知道了 好那一樣 因為我們要畫格線呢 那在Illustrator裡面 比較可惜的是 他並沒有所謂的這個格子線的一個繪製 所以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採用我們的 上一次在畫那個 線型的方法 來去精準的去設定 來去精準設定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呢 這個 因為工具這邊 我們可以讓它 把它變成雙行的一個方式 雙行的一個方式 才不會拉得太長到底下去的 好那 首先呢 我們在這邊的話呢 可以利用它的這個 線段工具 就是說 線段的一個區域工具 就是說這個地方 那我們在畫線 就是跟上一次一樣 我們現在呢 在我們的這個 上方的這個參考線的位置 因為 畫這些參考線 這邊就是要讓你的這個 對齊性的要夠好 那才會讓你的這個圖形 才不會 位置亂跑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假設 我們去點下去之後 它會跳出一個 長度的一個 決定值 那我們可以 假設用5.25mm 試看看 那角度的話呢 因為我現在呢 要 給它 向下 所以 用270度 向下 像這樣 你看一下這條線的角度 會這樣子往下走 好 那角度270之後呢 那我們去 確定一下它的位置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這樣子的一個 線段 它這樣一個線段 那這個線段呢 還要去決定 它的S值跟Y值 就是說 它的這個位置呢 從它的這個 工作區域的整整的 這個位置 X值 Y值是多少 假設我現在呢 設定一下它的 這個位置呢 是32.5 就是說從這個地方 開始 從這地方開始 然後我的Y值的話呢 是15 可以抓整15的話 可以看一下 因為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放大一點看 當時我們如果是抓這個 基線的這個參考線的時候 如果說你要跟它一樣 那當然你可以不要去調你的Y值 不要去調你的Y值 那 在這個地方呢 是可以給我們做參考的 做一個參考的 好 那我們的顏色呢 我們的顏色呢 基本上呢 可以呢 以它的這個配色顏色 來去做你的線段顏色 所以我們的線段顏色 在這裡面呢 線段顏色呢 因為我是這個 青色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的這個顏色 來去做你的色調的框線顏色 色調的一個框線顏色 好 那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基本線段呢 把它做出來之後 接著呢 我們要去做一個變形 也就是說 我要把我的這個線型的這個長度呢 去做調整 好 那我們先讓各位呢 先把線條先建出來 之後再來建下一個 好 那剛才我們呢 把這個初子線段 我後來呢 沒有把它調成15 我就跟這個參考線呢 提高 好 那 接著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 因為打算在這邊呢 要有星期一到星期天 要有七天 那我希望呢 它的最後一條線 剛好落在我的這個 右邊參考線 好 不要凸出去 因為我們說這個叫 內出雪邊 紅色的是叫外出雪 那 在這個地方呢 它的位置在哪裡呢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參考線 先解鎖 然後來看一下這個參考線 它的位置 在這個地方呢 沒有看出 這是一個矩形 所以我們拉一條線來看一下 好 好 鎖定在這裡面的時候 我們發現它的位置呢 大概是187 好 187 那所以呢 它187的是我們的這個位置 好 我們把它delete掉 再把它鎖起來 好 187 那我現在呢 在這個物件上面 我打算呢 給它複製過來 如果說在像 autocad的話呢 它是做正列 好 那我們現在這邊的話呢 要給它製作一個 呃 變成效果裡面去做 扭曲變形的這個工作 那在變形的選項裡面呢 我們希望呢 它移動到187 然後 它的這個副本呢 除了它自己之外呢 好 大家這個值數問題 應該還要7個 忘記勾複選 抱歉再一次 187 然後 副本7個 好 好 好 那 看看 你可以 這邊可以勾選 預覽看一下 嗯 沒有出來 呃 我們看一下 因為在這裡的一個 呃 因為我們接下來 一個這個正列 而且是要讓你的這個物件的線條 不要再一個一個再去做了 而且要 平均 要去平均 好 那我們在這裡的 垂直的距離是0 水平移動的話 187 187是不是太大了呢 欸 不會啊 好 我看一下 我們現在它的這個 間隔距離 就是說它移動的這個間隔距離 如果說 呃 我們最終呢 希望它是187 那是不是要先算一下 我們在這邊先 我先舉一個例好了 比如說我現在呢 用它的一個間隔距離是 22.5 看看 那我們的間隔 的這個副本樣數是6個 是6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來去製作它的一個副本數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呢會跑出幾個線型 它跑到這裡來了 那換句話說 我現在呢 應用的這個數量呢 如果說 剛才用22.5呢 就太大了 因為我們這個數值跑出去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就把它還原一下 那當然 我們在這邊呢 大家就可以想見一下 剛才我們的這個X的距離 32.5 然後目標是187 所以這邊呢 可以稍微用一下計算機來算一下 比如說 187 減掉 剛才的32.5 然後呢 我們將它除以 因為有7天 所以它間隔距離 大概是22.07 22.07不會剛好接近 不超過 所以大致上 以這樣的一個數值來去做 變形 所以我們在效果裡面的 這邊的 變形選項 的距離 這裡水平距離是 跟隔壁的這個間隔 22.07 如果說 你小數不要 那這樣也可以啦 22 取22整數 那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 最終的這個 這條線會跑到這來 那這邊 大家可以數一下 間隔 假設是星期一 12 3 4 5 6 7 好這樣子就沒有問題了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我們要做這個 等間隔的時候 那我們就需要用到 這樣子的一個 效果裡面的 扭曲變形的 變形這一項 扭曲變形的變形這一項 它會跳出那個視窗之後呢 再依據你的最終位置 然後去除掉 剪掉你的初始位置之後呢 看你中間要幾個間隔去除 用一下這個小 小算盤 稍微算一下 就可以知道 就可以知道 好 那請大家呢 將這個間隔 把它抓出來 好 好 剛才有提到說 我們的這個 5.25 然後你的座標值呢 是多少 這樣子的 一個位置 那因為我剛才把這個檔案 又 cover 又整個刪掉了 那我這邊 快速的 再把剛才的那個 前置畫線的步驟 再稍微run一下 好 比如說 我現在呢 第一個的位置是 X的位置是32.5 也就是說 從這個左上角空白位置 向右數過來 32.5的 這個位置 然後呢 對這地方的長度 這地方的X值 那Y的值呢 現在呢 因為我是 鎖定在參考線的位置 所以我不去動它 那這個高度呢 如果你覺得夠大 那你就用5.25 如果你覺得不夠大 這邊可以直接調 像這樣子 好 假設我用6 取整數好了 那 照剛才的這個意思呢 我要間隔要22 總共要7個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 這個效果裡面的這個 變形扭曲的變形這邊 好 我們會選取水平移動22 然後我們的副本呢 要7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樣子 這樣子做出來 這是第一 第一個部分 好 然後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就再畫一條線 從這個接點的位置 好 點出來 然後我們的長度呢 一樣是往下 好 那這個往下的這個長度呢 就要去看看 因為我們現在呢 目前所在的位置 大概在接近20 我到底下的話 大概130不到 所以 假設這個高度呢 我們 先試著給它一個值 然後再來看看 好 比如說我抓105看看 105看看 然後呢 在這條線呢 給它畫出來看看 好 那長度到這裡 如果說你覺得不夠了 再加 好 這個可以再加 106 107 108 假設到108 好了 到108的話呢 這條線的長度 108 好 好 那這樣子的話 一樣 就照剛才那個水平複製的方法 在 我們的效果底下的 變形與 扭曲的 變形工具選項 然後我們的間距 因為我們剛才上一個有說 間距是22 然後呢 這邊 7個 好 這樣子把它切出來 那接著呢 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水平線呢 這邊要再畫一條 因為這個地方呢 要從這裡到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點一下這個起點 好 這邊的水平向呢 改為0度 我要畫水平線 好 那長度的話呢 大家可以 來看一下 因為剛才有22 總共有7個間隔 所以22乘以7 154 確定 好 這條線呢 就出來了 好 那緊跟著呢 這邊呢 還要再一條 一樣 這條要一樣的 然後接下來呢 要幾個格子 我們呢 一個月有30 28到31天 一個禮拜有7天 所以最少要 5個 列 才能夠 塞進去 31個 日期 好 所以呢 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要以 要以這條線做複製 然後呢 丟5條線出來 好 那剛才記得 這條線的長度 108 所以 我們這邊先算一下 我們的 108 除以5條線 21.6 好 21.6 好 那在這裡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選這條線呢 做 效果 變形 好 這次就要垂直間隔了 垂直間隔 21.6 垂直間隔 21.6 然後副本數 5個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初學拼音 不知道有沒有超越過 其實 一點點沒有關係 剛好在這一條線 線上 那還好 那當然呢 我們在設計上 有時候你可以不要 壓到這條線 就是會稍微保守一點點 所以你的高度 等一下你不一定要跟我一樣 因為我們這裡所做的過程呢 並不是叫你強計數字 因為強計數字沒有意義 你要知道你每一條線的長度 是多少 然後要除以多少之後 你的間隔是多少 那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把這個格子打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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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這邊先暫停一下 讓各位把格子打完 好 好 我們完成了這個格子之後呢 當然這個格子你要事先 要有所規劃 那當然你如果錯了之後 再來改也不是不行的 因為假設 你覺得說這個高度太少了 你可以在這邊再去調 但是你有一些線條 你就必須要重新再來一次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把剛才那個檔案呢 從檔案下拉選單裡面的置入 去找到我們的那個檔案 DAT的TXT檔 然後把它置入 置入的時候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在這裡面呢 空格的部分呢 會取代更多的成為定位點 這個就是關鍵了 這就是關鍵的地方 直接按確定 好 各位可以看呢 目前來講呢 它的放進來的時候呢 它是用定位點的方式 在擺它的位置 那這等一下的定位點 就會牽扯到我們在 複製到別的月份去的時候 它的一個很關鍵性的一個因素 好 那在這要匯進來之前 那我先把它倒退回去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這個格子 等一下跟你的日期呢 全部都混在一起的時候呢 將會有點危險 所以呢 因為你可能會互相選取到 所以我先把這個格子 先選起來 全部選起來 全部選起來之後呢 我給它一個群組好了 把它綁成一個群組 那這個群組之後呢 在我們的一月 在我一月的這地方呢 我給它這個群組的名稱 這就是格子 我就是把它做成格子線 把它變成格子線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個小小的圖示 就是我打格子的格線 你可以看一下 這樣子可以關閉它 也可以打開來 那因為我不希望它編輯的時候 會不會去動到它 所以我在這邊可以按一下 上一個鎖 把這個 把這個格線的這個圖層呢 鎖定 鎖定之後呢 你將來就沒有辦法對它 能夠動作了 所以這個就是 把它做保護的一個動作 然後再去置入你的那個文字檔案 好這個鋼仔有做過了 我們就很快的帶過去 好來 各位呢 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物件之後 當然我們就會開始嘗試的去拉它的位置 好 那我們首先呢 先把這個文字呢 頁列擺左上角的位置 擺進來之後 那接下去呢 我們就要開始去調文字囉 好 那我們的文字的部分呢 先把它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文字的這個定位工具 文字的字型 都準備把它調整一下 不過我們先調它的位置 先調它的位置 好 那我們要調位置的時候 我們現在呢 要把它的這個 坐標值 這邊呢 像 如果我們約列放到差不多了 你這邊盡量取整數 好 33.5或34或32都可以 好 那等一下如果字調大一點的時候 你要再來調整呢 再再說 好 33好了 好 33.5 一點點空間 然後 在高度這邊呢 就也是一樣取整數 好 那 再來你的寬跟高呢 寬跟高的話 那麼 目前來講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呢 寬度給它多一點 好 給它多一點 好 那 因為最少你要跨到星期天這邊的格子來 好 那如果不夠了再加 好 這個沒有關係 就可以再加的 好 那高度的部分的話呢 目前來講呢 其實高度最後的準則 不是在這邊設置的 因為等一下呢 我們在設定它的這個內容的時候呢 會去進行更細部的調整 好 那 各位可以看一下呢 現在呢 我們的 這個排列完了 我們把它這個位置排列完了之後 接下來 你注意喔 接下來是重點 因為呢 它的文字是透過定位點在抓的 所以我們在視窗裡面的文字 要去開定位點 好 這段很重要 這段很重要 第一個定位點呢 在最前面 那當然這個已經是0了 那這個就不用管它 第二個呢 我希望它可以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所以呢 主任摳我 我先暫停一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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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嘿 好定位點的工具 打開來之後 來這邊注意聽一下喔 因為現在的這個0的位置 剛好就在這邊 這條線 然後接下來 你注意看 我們水藍色這條線 是星期二 Tuesday 那我希望它的定位點 應該要下在這個位置 好 你下去之後呢 可以取一個整數 好 它會調整一下 好 它會調整一下 那依此類推 再來 星期三 Wednesday的部分呢 來注意看喔 我們下 我下的位置呢 不是下在這個尺龜上 我是下在尺龜的上面這個地方 因為你 你點這個地方 你的這個數字才會好調 你如果下在下面這裡喔 比如說你 就包括我自己在使用的上的時候 如果說 游標 閃爍的太厲害了 閃爍到我自己都看不見 怎麼會這樣 好 那我提醒你啦 下這個定位點的位置呢 盡量下在它的上面這個地方 像這樣 好 下下去之後 這個數值啊 取它的整數就好了 好 它會自動 它會自動調整 好 這邊也是一樣喔 下下去之後呢 你注意看 我們每下一個定位點 它會自動調 好 那我們的這個值啊 就取整數 我們盡量取整數 然後這裡大概的100多 然後 一樣取一個整數值 好 最後一個sunday的部分呢 一樣下在這個地方 的游標咧 好 這裡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取 怎麼這樣呢 好 那這個133好像有點小了 有點大 再用2看看好了 好 用2好了 那你們自己做的時候呢 就以你們自己視覺上面 約列的位置為主 好 那 做到這裡的話呢 就代表我現在定位已經抓好了 對不對 好已經抓好了 那所以請大家呢 先把你的這個定位點呢 先定出來 先定出來 好 那定出來之後啊 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先從這個文字啊 游標游標在哪裡 一樣呢 我們文字呢 跟剛才用的一樣 因為我們左邊這邊用的是 這個 奇怪 剛才不會閃的這麼厲害 怎麼現在閃成這樣 每間教室都有它的缺點 哇賽 Centery Gothic 這顆齁 我再選這個字 選這個字 好 選這個字之後呢 我們的字型大小 各位可以 自己來看一下 目前來講 取個整數好了 15好了齁 那大家先這樣子 我們把畫面還給大家一下 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了 我們現在呢 這地方有一點點的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 123456 7跟8 黏在一起 可能呢 原始檔案 是不是沒有弄好 沒有關係齁 我們把這個文字工具的游標 貼在8的這個地方 然後按你的鍵盤上的左邊 有個TAB鍵 TAB就是跟你的定位點在配合的 所以要記住 TAB就是跟定位點配合 所以呢 你按一下TAB鍵 這個8會跳到下一個定位點 因為後面已經沒有了 所以他會跳到第二行去 好 所以這樣子就正常了 那各位呢 問題修正完了之後 接下來有個問題在 你去想想看 到時候呢 我們在複製這些物件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呢 這個1到31的這個日期呢 應該間隔要大一點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就開始拉大 可是你會發現一個問題來囉 當你這邊間隔放大的時候呢 1跟Monday的這個間隔 哎呦 變大了 那這樣不行 所以呢 我們會發現 有這樣的問題之後呢 要解決一下 怎麼解決 我們先把Monday的這個 這個標籤 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呢 再直接貼到上層 什麼叫貼到上層 在我們圖層這裡 因為現在呢 我們的這個 是我們的 日期的這個部分呢 是在這個1圖層 那我剛才把它剪下來了 所以貼到上層 就是在它的圖層上面 會多一個 貼上層 好 各位看到了 這邊是Monday就跳出來了 好 那跳出來之後呢 我們來移一下位置 因為呢 這個日期呢 我勢必要往下挪 然後呢 因為現在呢 這個日期呢 再往下 那個Monday呢 就放在上面了 那獨立成一個 獨立成一個 那接著呢 我們就從這裡 把文字的這個行距啊 把它調整一下 這邊的間隔啊 因為它第一行是不會動的 加大加大 加大到哪裡呢 加大到你覺得 它的這個間隔跟上面 保持幾乎一致為止 如果呢 差一點點 那我們當然這個地方呢 可以選擇小一點點 或者再小一點點 或者是這樣子 如果這樣子 覺得OK了 就代表我們現在呢 它的這個日期已經擺放進去了 好 然後 好 Check一下 2018年1月 剛好是星期一開始 所以這個應該沒問題 這邊應該沒問題 好 那這裡沒問題的時候呢 再來 有問題的是 Sunday Monday 你的日期啊 通常呢 這裡會加注成 顏色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的這個顏色啊 我們要給它不同的色彩 讓它變成是放假的日期 這個也是一樣 我沒有刻意去選大紅色 因為大紅色會比較刺 會比較刺眼 所以 我這邊呢 選擇是 帶有一點暗的紅色 這個 這個游標閃爍是因為軟體 那個錄製軟體的關係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大致上呢 是這樣子 好 這樣子做完了之後呢 就代表我這一個 1月份的 部分呢 已經做完了 那這個做完了之後呢 來各位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 圖層呢 目前來講呢 在 這裡面就是 隔線 1 跟Monday 這三個圖層 我們把它選起來 我們把它選起來 把它選起來 那選起來之後 選起來之後呢 我們呢 接下去的就是要把它複製到 其他的工作期去 所以在這裡面呢 我們就把它 拷貝 然後呢 貼到 工作區域上 那 那大家發現 隔線沒有 沒有摳到 隔線沒有摳到 那因為 隔線的部分 因為隔線我是不是有上保護 隔線有上保護 那我的隔線的部分在哪裡呢 哇 我剛才有一個隔線的這裡 上鎖了 把它先解開 要不然它不能夠動的 一樣 Ctrl C 也可以用Ctrl C 然後到 所有工具區 工作區 貼上 沒有貼 咦 隔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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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到了 拷貝 貼到所有工作區 這樣子才正確喔 剛剛可能沒有操作好 好 那 回頭來看一下 那其他 因為上面有一些是不需要的 到時候去刪掉它 就好 那我們看一下 2月 1月份31天 到星期三 那2月份的話呢 欸 這個又沒摳到 傷腦筋 好 這樣子喔 來 注意看 我們的1月31日是星期三 那2月1號應該是星期四對吧 所以我們用你的 這個文字工具 下載這個1的前面 下載1的前面 然後用TAB鍵 喔 我call了兩次了 因為 剛才電腦沒有出現 齁 其實我已經call了 我已經call了齁 好 那 這個 變成重複了齁 來 呃 下一 我現在直接下到 讓它 跳到這邊來 齁 因為 因為剛才它可能 因為顯卡的關係 它資料的部分呢 沒有呈現出來 好 那照理說 假設只有 這個的話 我現在按TAB鍵的話 那個1是不是落在這裡 星期四 好 那這樣的話就是正確了齁 那 好 那我們在這裡面呢 因為這裡的 這裡有兩個 兩個日期是一樣的齁 這 這 這可能當 指在做的時候它跑掉了齁 好 我還是把它再拉 稍微拉一下啦齁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呢 就是說 呃 欸 那這個格子線為什麼沒有 沒有 好 可能 可能當時我在call的時候 又沒選好的關係 好 那 欸 欸 這裡跑掉了 好 那你看一下齁 這裡的TAB跑掉了 沒有關係 按那個Bug鍵齁 Bug鍵呢 可以退回來 好 Bug鍵可以退回來 這樣子 就是說在二月份的部分呢 透過我們這樣子的一個調整的話 欸 這四五又黏在一起了 好 好 大致上呢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來去調整呢 逐月的日期 逐月的日期 好 那 你其他的月份的調整方式 大致上就照這樣的方式來做 好 那 提醒大家一下就是 我們的那個格子線啊 我們的格子線呢 本身來講呢 可以在這裡面呢 直接去變色 因為他是二月份的話 我們要讓他跟你的這個顏色一致 所以呢 我們可能呢 在這邊呢 會選取他的這個顏色呢 變成是綠色的框線 綠色的框線 那我想我剛才在複製的過程當中 可能因為他的這個邊 這個錄影軟體會一直干擾 所以他 他明明應該有 有做了幾次的那個 貼到各工作區 可是他一直都沒出現 這個有點干擾掉 那我還把畫面還給你 我把它 我把它推來我自己的那個 免錄影的畫面再調整 目前我們這樣擺是 沒什麼問題 可是 如果你的一號剛好落在六或日 然後你這個 又是三十一天 那一定會整個往後擠五天 擠五天它會掉到下一個列去 所以我們設計五列的時候不夠 那這個我們就犯了一個 算是我的疏失 那疏失呢 怎麼樣彌補它 因為我們剛才這個物件 是從檢視效果的扭曲變形的變形 來去做 可是這邊呢 會出現一個提示 它跟你說 你要編輯目前的效果嗎 請你在外觀的面板中連下 連按兩下效果的名稱就可以改 那當然不要套用性效果 因為我要去修改原先的效果 那外觀的面板呢 是在視窗底下 視窗底下有一個外觀 把它打開來 各位剛才這條線做了什麼事 從開始的筆畫填色一直到變形 有沒有這裡 我們把它點一下 點出來之後 各位就可以看到你的 這個當時做的那個參數還在這裡 改成6 有人說老師6跑到下面去了 所以你這個地方 要改一下你的間隔 大家看一下 21.6 因為剛才有5個的話 是108 所以108 你現在除以6 是18才對 所以你的這個值 要改成18 不是216 你如果216的話 它另外那一格會跑到下面去 看不見了 好 6個 應該是這樣子 123456 這樣才是對的 好 所以 剛才的這個錯誤 我們現在呢 趕快把它修正一下 那相對來講 你的日期的間隔 這邊要稍微修小一點 可是 有人會說 老師那你底下這樣 這一格不就空白了 是不是就空白了 好 那 當然這是 目前來講 可能面臨的一個問題 那我之所以剛才這樣 介紹的意思 就是說 好 我現在再讓各位看一下 我把1 我call到 1到3月去給各位看一下 按住shift的鍵 把這 3個 格子加日期加週次 複製 然後 貼到哪裡去呢 貼到 所有工作區上 剛才這個 更正一下 因為我們的這個網格 剛才我已經被取消群組了 所以我現在呢 先把這個 藏起來 先把這個日期跟 這個週次藏起來 再把這個格子 選起來之後呢 做 群組 因為剛才我把它解開了 現在群組解開了之後 現在呢 再把它叫回來 再把它群組回來 按住shift鍵 把這 3個物件都選起來 然後 所有工作區貼上 這樣子 那我們直接跳3月 為什麼要直接跳3月 因為剛才出問題的 就在3月的這個地方 大家看一下 這裡 日曆的 3月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 1 2 3 4 5 6 那 3月份 3月份沒有超過 2月份也沒有 4月份有 4月份的話 4月份的話 它是 前面的這個數字 也是5天而已 也是一樣而已 沒有剛好的嗎 這個 9月份 9月份的這個日期 在 9月1號是禮拜六 9月30號是禮拜天 橫跨6格 橫跨6個列 橫跨6個列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話 跳到9月來看一下 因為9月的話 我們在這裡面的TAB鍵 跳到這裡來 直接呢 這樣子來讓它走 它是 從這個地方開始 它是 星期六 那這樣星期六它又 它會掉到 31號會掉到第六列去 欸 這裡又跑掉了 這樣子 這樣才是正確的 所以 也就是說 一定會 一年裡面呢 最少 都會出現那個 橫跨6週的月份 那 為了設計上面的這個 起見呢 所以我們的這個 日期的部分呢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來去輸入 來去輸入 那當然呢 有的人會說 那前面的這個日期 要不要補上去 這地方呢 其實大家可以補 比如說8月 是 31號 然後呢 你點的時候 它會點在你的TA 那個定位點的位置 那 你可以從這邊 去把前面的日期 補起來 然後 這是上個月的 你就可以把這個日期 改成灰色 改成灰色 這樣呢 以示區隔 以示做一點點的區隔 那 後面這邊呢 要不要去補 那就看你自己了 因為如果 你到這邊來要補的時候 你就按TAB鍵 輸入1 再按TAB鍵 輸入2 依此類推 把你後面的這個日期呢 把它補起來之後呢 你要 再用灰色再去補灰色的 這個顏色 那讓你的這個 日曆上面的這個日期 不會出現說這一列 空空的 因為空空的看起來就很奇怪 那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把這個 整個月曆的這個 整個日期呢 全部調整好 那 調整好之後啊 到時候呢 我們在 對應的這個地方呢 去放 比如說9月份 你要風景照是什麼 把你的 這個照片 Photoshop 處理完之後呢 就可以扔進來 以上呢 這個是有關於 我們在 上禮拜一直延續到這一週的 部分呢 屬於我們的一個媒體 桌立的製作